南大管政区在青京隆兆经县的国康经官报道 加收到UK喜爱 目前已经欣赏超过220万人出政公出头 也为青京地区的关公加分不少 现在报道第2期港亭也正式完工开用 总等到对官本的1,200公项 是增加到1,680公项 完全参联到青京隆兆的关公路由落山 然后UK来到青京出头 会等有一个安藏和方便的报道 来带过青京五山美丽香港 请用节 掌声鼓励一下 一路发 一路发发发 收宣提言第2期国康经官报道UK 竟然是这点有名 真的让来宾和UK走起来来 两双的去后 总管的五山美境 怕在报道上要有名的做法 让来这里的游客都非常欢迎 看到杨妹妹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 跟杨妹妹一起走 不会怕 不会 不会 很棒啊 风景好啊 气氛加 然后又有你 很幸运又遇到感美娘 走过来 感觉怎么样 感觉漂亮 风景又好 空气又好 不会 不会 前景空中警官报道升级 总当游关本第一期1200公尺 增加到1680公尺 第二期长度是480公尺 加原来的第一期的1200公尺 总共我们的长度是1680公尺 就是1680公尺 那么这个1680公尺 设置非常好 就是一路发 我们希望清静 高空观景 顾大 观光光都能够一路发 配合报道当游 特别挂了168名国家 来庆祝报道客用 也为了提供 广州去引UK前来 管副将尉持完来50块的问票介绍 当时也跟清静农场合作 推出轻轻操红一记警官报道投票 用经家优惠的计划来回馈UK 我们这个票 售票我们就跟清静农场来配合 假日的话是220 平日的话是180 就是你买一票可以玩两个地方 就不要再一直买票 这样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方便 它跟清静农场合在一起 我觉得还不错 对啊 因为一整个系列就刚好 就是可以一次玩完这样子 对 然后也很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 那如果步道加清静农场这样票价 你觉得OK吗 OK 我觉得很合理 很多游客也都会因为 这个可以走过天空步道 看这个美景 然后特地来安排来清静农场游玩 那像在这一次呢 整个步道呢 延伸到更完整 而且呢 票价还维持不变 我想这个会更加吸引民众 来清静农场旅游的意愿 清静古空境管报道 二级连接到清静草荒 UK走完报道 也会顺势全翁清清凑空七头 除了团阵串年轻 竟的观光路由漏山 也会让UK 票便跟车両 等着走大路可能大来危险性 记者王家姓彩虹报道 再见 дол 谢谢大家